武汉厅级干部一家感染拒绝就医全小区恐慌求助2月13日晚 有网友在微博发布一篇桃山村小区数百业主十万伙及求助举报信 信中举报了退休厅级干部陈北洋 具体内容如下 桃山村小区数百业主十万伙及求助举报信地址 武昌区红山路62号水果湖街道茶岗社区 小区桃山村住宅 两栋三楼C户市由该户陈北洋是司法厅退休厅级干部 原本住张家湾小区 春节前后家人发病 由司法厅出面协调在医院做了核酸检测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非常时期 医院就诊条件实属不易 条件稍微差了点 该户人家直接拒绝医院治疗 后因张家湾小区多户感染管理较严 周围人又都认识他 凭个人关系找人开了药 在家带着 从2月4号起 该户三人均发热患病 陆续从张家湾搬到桃山村的房子居住 截至2月12日 社区工作人员包括帅侠书记 司法厅领导曾多次劝导赴医院就诊 该住户坚决不采纳社区意见 无视疫情期间的法律和省市 关于四类人的政策要求 坚持己见待在家中 2月12日下午至晚上 武昌区 司法厅 社区一行十余人劝说四个小时左右 陈北阳才开门接见 工作人员协调老百姓急需的医疗资源 做了上门检测 居然提出在家核酸检测等等无理要求 2月13日早上 物业发现封条被损毁 以确认该户有人出门 贴了封条 物业又重新张贴封条 另根据物业反映 陈北阳在桃山村期间 经常在小区散步 甚至多次出小区 完全无视是否传染他人 问题 一 一个厅级干部的思想觉悟为何如此低劣 2.社区率书记为何一再遗物战机 3.司法厅党组究竟有无担当 4.武汉四类人收治为何留有死脚 5.这家感染者究竟何时能收治 6.桃山村数百民众的安危谁来救护 微博发出后 有知情人表示 经过央视记者前往调查 当事人一家已经同意前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2. 3. 5. 感谢观看